来看到民众做爱心 因为了解若是团体需要更多的资源协助 所以宜蘭市一家服饰业者 就特别易卖店里的女性服装跟鞋子 也得到朋友捐童装来响应 因为价格是相当优惠 又可以做爱心来帮助伊甸基金会 所以吸引很多人来到这边挖宝 一听到店家是要易卖做爱心 马上吸引许多女性民众来这里响应 有的试衣服 有的选鞋子 另外还有童装跟生活用品等等 年龄种种大约两百多件 这都是老板娘有感于生命重于一切 所以想要关怀帮助社会弱势 自己也曾经胜过大病 然后就觉得说这一次整修后重新出发 希望就是说做一个爱心 然后帮助忙费天使这样子 对 你意卖的内容有品项有什么 可以给我们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飞韩国 所以我们这一次易卖的主要的东西 就是一些震撼的衣服 然后还有一些客人捐出来的 就是童装然后鞋子 还有一些杂货的东西这样子 对 价格大概都多少到多少 我们就是小东西可能10块50块 那衣服的话就是100块到200块300块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随喜的价钱这样 然后都是从韩国自己带的 对啊然后 这下你自己有没有喜欢 你刚才有没有喜欢 有啊 觉得衣服都还不错 对啊质感很好 我平常也有在买 可是我知道他们就是非常有爱心 所以今天特别叫我们同事都来了 都来买衣服 所以你有买到什么好货 今天买了很多 买了鞋子 买了帽子 买了皮带 买了很多 对 该带的都带了 同事再继续买哦 想要帮助伊甸基金会的民众 可以到宜蘭市阳明二路21号 时间直到8月29号哦 卖完为止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